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的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五下午的3点09分 今天加权指数收盘跌156点 没败了啦 很好了啦 开盘最多跌了339点 你看从跌339点开始一路回来 所以今天早盘在开低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过 不要去乱杀低 不要去乱杀低 但重点还是在个股身上 今天开盘确实是蛮吓人的啦 三百几点 尤其受到欧美股市的影响 欧美股市又是跌这么的多 欧美股市又是跌的这么的多 所以能够忍得住确实是不容易啦 美国股市跌这么多 昨天后美股市的下跌 我今天早上的节目里面跟大家讲过 从欧洲开始 昨天德国跌了300多点 昨天德国跌了330点 英国昨天也跌了108点 法国昨天也跌不少 昨天法国股市收盘也跌了1.4% 那欧洲股市跌 重要是它把美国股市也给拖垮下来 所以昨天到尾盘的时候 美国股市的卖压也全部都释放出来 道琼原本跌了三四百点而已 在欧洲收盘之后 那个跌幅扩大 开始连番的下挫 道收盘跌了1,032点 美国投资人 心中要有力的 否则你看这几天 美国股市都是千点来千点去的 那个破洞幅度很大 跌个1,000点 两天反弹了1,500点 昨天又来个1,000点 这样来回四三那种幅度 真的是心脏要够强 我认为投资人压力是很大的 好 今天亚洲股市也全部都跌 但无法信免 欧美股市跌那么多 今天亚洲股市也全部都跌 可是台北股市在亚洲股市里面 今天是最强的 你看我们加权指数跌幅是1.48% OTC是1% 你看南海1.8% 日本是2.3% 香港3.1% 大陆股市上海4% 深圳是3% 台北股市今天反弹是最强的 反弹力道最快的 原因在哪里 因为台北股市 是极少数 已经回来测年限的 极少数 已经回来测年限的国家 这是台北股市 你看几个主要国家股市 离年限都还有一段距离啊 你看道琼 道琼离红色这条年限 还有一段距离啊 NASDAQ也是 离年限都还有一段距离 费城办法体也是还有一段距离 今天跌比较多的 像日本 日本离这条年限马尾高嘛 香港离年限还更远 所以台北股市已经领先回来年限了 可见台北股市是跌的比人家多嘛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个 我们已经回来九月份的起长点 有没有发现到 台北股市已经回到九月份的起长点了 甚至于八月九月的起长点 我们已经回来了 已经回来八九月的起长点了 这是全世界唯一一个 已经回来八九月的起长点了 你看道琼 道琼八九月的起长点在哪里 在这里跌价好不好 跌价 离八九月起长点还那么的远 NASDAQ也是八九月起长点跌价 还差那么远 费城办法体差更远 雅座股市的部分 你看南韩 南韩离八九月起长点也不够 接近 可是还没到 日本差更远 难怪日本今天跌的会比较多 香港差更远 所以只有台北股市已经回到起长点 代表说我们进行这波 涨得比人家少 经过这几天的下跌 很快回来起长点 既然回到起长点 又正好是年限的交接位置 我跟大家讲过嘛 年限有不可破的一个必要性 年限有不可破的一个必要性 肩盘中一开盘跌破了 很多人放弃了 很多人杀出了 所以一开跌到 一万零一百八十几点 落三百几点 你要想到一个问题啊 你个人的投资可能几十万 可能几百万 可能几千万 你可以放弃 外资无法放弃啊 外资目前总持股 四兆两千四百八十七亿 四兆两千四百八十七亿 如果年限跌破 变为大空头的话 外资是最惨的啊 外资是最惨的啊 所以年限这个地方你可以放弃 外资不敢放弃 外资不会放弃 好啦 外资毕竟外国了嘛 对不对 就算外资会放弃 我们政府也不会放弃嘛 因为政府也会担心 如果年限跌破 到时候影响到 总体经济的发展 得不偿失啊 所以政府也不会去棄手 所以连续两天来 为止跟大家讲 年限包含八九月起长点 这个地方 这有匕首的一个条件啊 那必要性啊 果然守住了 目前年限的位置在一万零三百点 今天收盘在一万零三百七十一点 是不是守住了 第二半啊 礼拜二来一次 今天又来一次 落第二半 落第二只脚 锁住了 你知道今天开盘之后第一时间 开盘之后跌三百多点的时候 第一时间我第一通讯 通知我所有的会员 股票一张都不卖 一张都不要卖 我知道找盘那种现象 很多人看到之后一定会怕 怕的结果可能股票你会认赔 你会杀出 哪怕赚钱的获利了结 可是今天行情开低就是最低点 一路上来 驾你招败你抬股票的 找盘刷股票的全包抬得地方 全部砍在地板 到了收盘你会后悔 你看我的股票全部都回去了 我这几天为止跟大家谈 回得去回不去 有没有 回得去回不去 当行情越乱的时候 你要越有冷静的头脑 你看礼拜二我才跟大家分享这个 礼拜二我才跟大家分享这个 古神巴菲特再次大跌之中 给他股东的公开信 里面他谈到 非理性的股价波动 会让投资人也变得不理性 真正你要关心的是 长期获利的能力 而不是短期价格的波动 这是古神巴菲特给他 股东的一个公开信里面谈到 我觉得讲的相当好 股价的波动 起起落落都尽雄的嘛 随时有人买有人卖 股价本来就是起起落落的 所以你不要去在意那些短期的起落 你应该在意的是 这家公司它的营运状况 是怎么样 目前的股价是在低还是在高 但在高就没有投资价值嘛 可是如果一家好公司 股价在底部的时候 你不要因为短期的波动 然后把股票给杀出去 后面它一定会回归它应有的价值嘛 这是古神巴菲特传达给我们的讯息嘛 是不是 所以这两天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样的一个资讯 我不知道今天在开低谍三百多点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把它给炮住脑后了 都不会记了 走到台高票是不是 如果你试的话 那收盘你是不是又要后悔了 收盘你是不是又要后悔了 你看今天我们的股票 都回去啦 开低我叫会员不要抬 都回去啦 对 尤达 你看这段期间尤达 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上个礼拜五 尤达收在十三点五元 今天收在十三点三五 差几乎 你看这礼拜十八五市 上礼拜五 家群指数在一万一千零七十点 今天在一万零三百七十点 差了七百点 基手差七百点 基手差差了七百点 尤达没差 没差 大半六七百点 尤达完全没事情啊 所以就跟大家讲 我坚持只买底部的基欧股 我这样的原则 在这几天台北股市的沙盘里面 你们可以看到 差别的差别 我为什么会坚持这样的做法 三四八页群创 也是啊 对三四八页群创也是啊 打下去 今天群创也回去啦 对 中盘只跌两毛钱而已啊 大八最多 落了三八几点 太半 他好像落两天而已啊 也是很强的啊 下午的法说会 财报的发布 还不错 比尤达好 原本预估就是会比尤达好的 尤达3.36 群创是3.72 群创3.72 所以数字比尤达更好 所以尤达群创 都是底部的股票 黄金交代刚出来而已 这随时捏线 13.6一站上去 只要起一个四角银 涨个0.4 马上全部又回去了 马上全部都回去了 所以马上底部基欧股 安全有保障 同时随时有大反攻的机会 你看这几天这样下来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的 涨高的业绩烂的 投机的 你不要想要赚太大钱啊 很危险的 你看我们股票今天都回去了 可是很多股票是回不去的哦 现在股票是回不去的哦 对 今天有大涨的股票 也有大跌的股票 大跌是正常啦 你看很多是回不去的哦 对 玉邦 对 涨太高 现在才刚开始补跌而已 为什么涨太高 前三季才赚1.6 1.7而已嘛 只赚1.7元 全年了不起让他赚2块多 股价炒到六十几块 白比30几倍了嘛 对不对 这是投机股 存安 下到这样跌停又一直都要 这也是 连五毛钱都赚不到 历年来这样的业绩 股价被炒作到六十几块钱 被炒作到六十几块钱 你去摊这种东西没有保障嘛 你看60几块 落到现在30几块 我在想 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啊 所以投资股票 你一定要有值的考量啊 像林田燕一样 我只买底部具有股 像这种业绩这么烂的 我想都不会去想 更何况它涨那么高 炒作那么高 对 你看精彩也是啊 差到一百块 有那个条件吗 还有那个条件 有那个条件吗 前三季 这一年加起来 了多少钱 106年赔两块七啊 连续两年都赔两块多 你凭什么跟它炒到一百多 还这么多人在买 那现在剩五十几块而已 跌厅板 还没开 对 当初你们在这里抢的时候 现在会不会想得 哎 有点后悔 不对 料金也说是差到百多块 明天燕一提醒你们 像中股票 放它一马吧 何必要去完中股票呢 是不是 现在就可以体验到了嘛 是不是 新创也是啊 二十几块 嫌贵哦 禁止才八块钱而已 炒到二十几块 三十块 现在变自由落体啦 这种都回不去啦 金星也是 对 一路下 金星业绩也是很差的啊 对 也不是这礼拜的公司 那炒高你们也要去追 那我就没办法了嘛 所以我经常会提醒你们 光环就是 也是回不去的啊 也是回不去的啊 亏损持续扩大 所以股票投资是有选择性的 安全为出发点 只要是业绩烂的 投机的 赏幅太大了 一概不要碰 这是明哲保身的做法 我坚持这样的原则 你看这几天 中股票一路崩跌 我们的股票跌了就上去 我们的股票 买得很起 对不对 我们的股票 买得很起 你看二三八三 台光电 开楼后就上去 收拔 又电脱器抗拌 大盘跌 台光电 电脱器 昨天前方出击 我推荐哪一档 今天前方出击是没有推荐 今天休息一天 昨天前方出击 就是台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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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可乘 可乘也不错 对 台光电 今天开了就上来 电脱器 我鸿海 大家也知道 我鸿海 九一买的 九四卖掉 卖掉之后 我就转到台光电 我把 鸿海 九十一块钱 卖掉之后 转到台光电 这里来 台光电 我买一百零二的 今天收盘在一百零一 买一百零二 收盘在一百零一 大盘跌了七百点 没事啊 为什么没事 因为早就领先跌到底部 这里来了嘛 好公司会涨也会跌 纵使好公司 你去买 涨高的时候 也是不对嘛 你等到好公司 跌到底部的时候 你再去买 你就会很安全嘛 很安全之后 等到它打完之后 它开始动 你是不是又可以 赚大钱呢 这个就是林铺燕 传达的一个讯息嘛 我就用这样子 在带会员操作的 安全安心的赚钱 你等到大八九市路到走 路才走得远嘛 路才走得远嘛 今天八三五八金居 开很低 也回去啦 收盘只有小 小跌三毛钱而已啊 三毛钱跳三变回去了 是不是 北比才八倍而已嘛 探五块银 获利利年新高 北比只有八倍 所以它这个开低下来 人家试货的全部收了 是不是上来了 二六零散长龙也是啊 开低 是不是又回到平盘了 全部都回得去的嘛 去年营收获利是历史新高 起码炭两额半 股价才多少而已 在历史低点 这个股票买都会向收益 六一二一新普 是不是也是回去了 今天我们的股票一支一支都回去了 大半开架 我们的股票一支一支都回去了 新普也是啊 一百六十二买的 两百卖一次 下来一百八 这附近再买回来 跑下去又挠倒就起来 是不是 有本质的东西 它就让你很安全 五三七一中光店 你看 这段期间台北股市 对它一点影响都没有 对它一点影响都没有 你看上星期有 上星期有它收债 现在 四十一点九 对 上星期有台北股市到哪里 家庭指数 在一万一千一百五十三 现在家庭指数在这里 插七八店 五三七一中光店 反而 它长两毛 起两岗 所以选股 你一定要往这方面去选 买底部的基优股 买底部的基优股 我今天有一份资料送给大家 二月的推背图 一月我是送锦囊庙记 一月走势我写在锦囊庙记里面 有来索取的你们知道 很准 整个总是跟我预告的一样 我一月锦囊庙记 我说一月台股急行军 果然一月份台北股市 一月台北股市 你看从一万零六百点 从一万零六百点一路冲到 一万一千两百点 全六百点 二月份一开始就急沙了 紧接着礼拜就要封关了 开红盘以后台北股市 何去何从 会怎么走 可能你被这几天的沙盘 搞得运头转向了 没关系 我现在制作了一份二月的推背图 我把二月份的走势 写在推背图里面 写得很清楚很完整 需要的人欢迎打算机来索取 或者加入我DIET 从DIET上面来登记索取也可以 你还没有加入DIET的人 你可以加入我的DIET 加入我DIET之后 从DIET上面来索取也不错 DIET的一个号码 PRO888 小老鼠 小老鼠 AT PRO888 打算进来索取也可以 好 现在全部到这里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